再次補充保齡 保齡案 虎姓代班廚師和周姓主廚 全都列為被告 現在監禁調查 認為廚房管理鬆散是問題主因 第一線機材員的回報 就已經有跟我提到這樣子的情況 產品的一些標示 雖然有標示 但是據說機材員抹了一下 那個標示的漆就掉了 所以標示 那個機材員的回報是 看起來它的食物的保存等等 不是很完整 所以它在這方面也有限期改善 而且的確當下也有看到一些國載條 它是放在室溫之下的 研判保齡因為租約在3月31號到期 即將結束營業 加上廚房沒有標準作業流程SOP 要求食材先進先出 甚至周姓主廚將新舊食材緩放問題 導致代班廚師 勿用已經出現毒素的代銷毀食材 才會釀貨 判斷起來可能是這個 已經用完了那些果粉 或者是其他物質 那這個是主要的元兇 再過來的話就要去了解說 整個燈條跟儲存的過程當中 是否有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說比較異常的現象 代班廚師物主過期 或是果條退兵放太久 都是檢禁追查方向 這個老實講 到目前為止來看的話 我們並沒有把握 說能夠直接去做這方面的證明 但是不管怎麼樣 還是可以做一個推論 就是可能的狀況是什麼 就怕保齡中毒案 演變成食安選案 薛瑞仁強調 一定會有結論給大眾一個交代 三一新聞